给大家做一个客户的案例的集中解答 这是一个学员学的代码 他说老师我这边有错误 想让我给他调一下 那我就把整个过程给大家演示一把 希望大家在会后 在那个客户认真的复习 你只能在一块已经太细了 从左边犯错误 从右边犯错误 从上面犯错误 从下面犯错误 把所有的错误都翻一遍 你到最后才不能犯错误 那这个案例真的很经典 所以我就给大家再特录一把 那我们看一把 首先F7编一把的编音器 你会发现它有个错误 有错误你看我怎么排错的 找到第一个错误 最重要的错误在这里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错了 这些错误原因很简单 我这个编音器 编音器版本也不一样 那就是我这个编音器要求 我把所有的函数定义都写在一块 所以说呢 我这个地方就这样了 所以说你应该把这个代码写在这里 注意啊 不要写出位置的 这个地方求了一个处理长度了 然后在F7编一把 那我们发现这样就没问题了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调这个代码 调代码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呢看着稍微看一下集中车程序 我们发现这是定义一级 二级指引的第一种类型 这是定义二级指引的第二种类型 然后呢这个地方求 呃数量 这是排序排序的函数里面这个名字去的不好 这个还是排序 他俩 名字成立了吧 不管他 然后就是free 除了以后呢在底下你看打印 明明显显这是一个bug 你都把内存空间给打给示范略了 你怎么还打印啊 ok bug搞定 所以说呢 bug1 放在这里啊 那你啊 得这样吧 ok F7编一把 没问题了 下面呢我们看大体上什么有问题了啊 那大体上什么有问题了 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代码 走一把看有没有问题 走一把有问题 当掉了 当掉了吧 当掉我们看呢在这个骚情的函数里面 当掉了吧 在这个骚情的函数当掉了 那我们中断 那这个时候呢我先不干别的 我现在先把这骚情的排序给搞掉 是吧 排序给搞掉 F7编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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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把一共呢我们再看一把啊 你们看看什么呢 看看这几个行程运动怎么样 是吧 那走一把 您会发现屏幕一闪而过 那是因为啥 在这地方没有加 System puzzle 或者GAN C 是吧 所以说你给它加上 那这个不敢说是Buzz 但起码是可以调U吧 可以 那这边一把 那调完U以后呢 我们再看 那他会闪一把 闪完一把以后呢 那他就回去了 你始终闪不出来 原来一把 闪一把屏幕闪一闪 我看到了 是个IDRO 也就是说 实行这一句话 Rating了 好多学员在这地方不明白 很简单的道理 从这个地方Rating出来了 所以说圣趴子根本不 走不到这里 所以说一闪而过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没办法 你就是在硬点调 或者我看到了是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呢 那就是说这个反位值不等于零呗 反位值不等于零 也是这个地方出错了吧 所以说我们就查这个卡组 拿错了 F9加段链 F9加段链 以后呢 过一把 F11进去 F11进去 我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 我还走 正常没错 然后再当年加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里的代码都我们写过了N面的代码 然后呢 把 Rating指令的 第一种人的模型的 数据 拷贝到什么呢 拷贝到那个 第三种人的模型里面 走一把 加段链 加段链 也没错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加段链 F9 然后呢 再过一把 过一把 过一把以后就到这里 F10 F10 都没有错啊 都没有错 为什么反位值不是零呢 都没有错 为什么反位值不是零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 忘了一句话 C与员不检查 这个地方检查不严格 C与员要检查严格 这个地方看好了啊 反复一个零 需要显示的显示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捕捕捉到一个送号码 不知道谁啊 捕捉到一个随意的送号码 刚才为什么不等一零啊 就是这个原因 OK 这是第三个bug 这是第三个bug啊 走到这里 8.3 走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F7编译吧 F7编译吧 我们再运行 看这个程序能不能运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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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这个断点拆掉 这个断点拆掉 然后呢 走一把 你发现又倒掉了 又倒掉了吧 又倒掉了 那我们拍摊 拍摊问题 看哪样倒掉了 那我们发现 反正是这位寒盛 我们我们已经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我们就看这个啊 那我们看这个代码 走到那里 F9 再倒掉了 过一把 啊 这个应该停掉啊 停止 全部分离 然后呢 否 否 然后呢 关掉 然后呢 够一把 够一把的时候 F10 万要走 这个地方你看 没问题了 是吧 下面是不是打印了 打印 打印也没有问题 出来了吧 这不是说没有排序 对不对 OK 那再打印 那看 我们 那很明显 是这样错了吧 走一把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 看着还没问题 这个是吧 F11 看一下 F11 进去 一看 这个地方是三级指针 原来这一说 在这个备照应函数里面 想建议的修改十三级指针 只一把二级指针所指向的二纹内存 示范干净 同时也想把十三给支掉 对不对 我们判断 F10 往下走 你会发现 您会发现啊 好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看 有没有把参数给传进来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把参数给传进来 停止 那这个谁调的函数 看 没函数 调的函数 P3 是谁 P3 是二级指针的吗 是不是想在被调用函数里面去修改十三的值呢 想在被调用函数里面修改十三的值 是不是实在应该取地值啊 你取地值了吗 OK 这两个没有取地值 这是8个3 这是8个4 是吧 这是8个4吧 没有取地值啊 取地值就好了嘛 F7 变一把 那好 OK 再跑一把 F10 F10 往下走 够一把 再够一把 这样 我们整个程序考内存 释放内存 打印 没问题了 下面呢 我们再看 我们猜测什么呢 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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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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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S加F9 把所有的断链给拆掉 OK 那这个地方很显然 这个代码写的不好 应该这么了 那 这样吧 F7 变一把 那我们看 测的这个韩传个值是啥 F7 变一把 是吧 然后累退零 OK 下面呢 我们再跑一把 我看有没有错 又断掉了 又断掉了 又断掉以后呢 我们发现 中单吧 我们发现 是在拷贝收集的时候 从这个指针所指向的那种空间 往这个指针 那种空间里边拷贝收集 所以说呢 加大点 我们调一把 那 增值 然后再够一把 走啊 F7 变一把 然后呢 我们够一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排序进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这个指针是有值的 对吧 埃及指针传过来的 F7 变一把 要走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 麦P等一弄 错误 您看到了吗 麦P等一弄 是不是编写这个代码的人 想操作这个指针所指向的那种空间的说句呀 请问 你给这个P 复值了吗 现在你是不是复个弄啊 你复个弄 现在是拷贝 你会从 弄这个指针所指向的那种空间里边 去取数据 比较两个资负软是不是像能 这个空间你能操作吗 一操作就当 一操作就当 怎么办 那很简单的道理吗 是不是麦P这个地方 没有给他复制啊 没有把形态给接过来啊 OK 8个5 8个5 OK 这么呢 我们搞定 F7 变一把 搞定后呢 然后呢 再跑一把 完毕 排序也完整 OK 整个程序 咱们学员学的代码 刚一出手 代码 bug 层次不穷 我这个语法 标准性我就不说了啊 所以说呢 咱们每一个学员一定要避免眼高属低 如果你二级指针这个地方没有掌握住 那么你相当于白来传制伯格走一遭 也别说啊 我也开玩笑的说 别说是船只 看扫地层的学生啊 哈哈哈 OK啊 这个地方我们花的工太多了啊 讲的非常细腻啊 希望咱们学员认识想话啊 太多了这个地方 咱们再画一线